台湾会不会被窃听呢 总统府日前采购六组 中国大陆华为公司的行动网卡 游立委就很忧心 总统府是门户洞开 总统府秘书长杨敬天昨天表示 已经下令全部都换掉了 那么他也认为主管机关 应该要通力全国各机关 不要买中国大陆的产品 总统府去年采购六组 华为公司生产的行动网卡 调查局文化部经管会 行政院 元能会等政府机关 都使用过华为产品 而这网卡是用来发布新闻资讯 主要使用在外部网络 和总统府内部网络并未相通 而为了维护资安 现在已经下令要全部换掉